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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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叫我出来什么事啊 你能不能把你们 竞标的时候 写的项目陈述 给我发一份 师哥 你现在是组长 写一份项目陈述不难吧 你们不是也 参与了投标吗 是不是张晓辈要 你不说我就不发了 是张晓碑呀 他要接受一个采访 关于 关于我们这个项目 李寻知道吗 凭什么呀 探猎项目是什么 他都不知道 探猎项目是什么 他都不清楚 凭什么所有的工作 都算在他身上 这个项目是李寻的 谁认识李寻是谁 你什么意思啊 张晓碑 背靠新创 年纪轻轻做到 五百强企业的项目主管 他有采访的价值 李寻呢 不过就是一个大学生 还是出了项门 都没人认识的那种 谁在乎他有多少能力 谁在乎他是谁 谁在乎他为了这个项目 付出多少熬了多少夜 谁又在乎 这个项目是不是被别人抢了 篮灌的投标 你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 对吧 来 我需要参与网目 我这边在乎 对你 回来了 绿色部分 你还有一周时间 这部分一点都没动啊 这是你的任务 可我要是不回来呢 你就这么肯定 我会回来 你敢 有话就说 立逊 你会有办法的对吗 张晓辈那么欺负你 你不会没有反应 你一定像上次竞标一样 已经做好准备反击了吧 什么意思啊 有话你直说 静走做完难关的相望 早死早超生 这都什么鬼办法 你怎么会带戏 你都听着你要个人 你带戏 你听着偷人是 你这种不断死 你这种不断死 可是大家 我都不断死 你这种不断死 你其实听着 那个人不断死 你们不能断死 他们就脱了 你闭死我 只是算不断死 你这种不断死 我们努力是为了让他不偏得更远 你说对吗 你说什么都对 所以抱怨抱怨就得了 别想真能怎么着 你再敢喊退出 就永远都别回来了